第35題 青瓜石金礦的相關報導提到 黃鐵礦中的含金量曾經高達100ppm以上 表示在1公斤的黃鐵礦中的含金量有若干功克 那我們曉得在上課的舉例當中跟說明中知道 所謂的1ppm呢 就是在1公斤也就是1000公克裡面 含有1毫克 也就是所謂的10的-3次方功克 那麼現在有100ppm所以就100倍 所以1公斤裡面就有10的-3乘100 也就是10的-1次方功克 也就是0.1公克 所以第35題問我們說 表示在1公斤黃鐵礦中的含金量有若干功克 我們答案選的是C 0.1公克